再來看到是圓景破獲了販毒集團 利用海運家具櫃 從加拿大加藏的大量大麻運輸來臺 總重車過了百公斤 價格高達二點四億元的大麻花 通通被一舉情貨 我們先看他什麼樣子 鎖定眼前的大貨車 圓景喬喬跟在後頭全程叮叮叮 因為看似普通的貨櫃裡 可是藏有大量毒品 打開貨櫃車門 裡面滿滿都是大麻花 新北市盧州警分局日程貨報 一名三十九歲成姓無業男子 因為缺潛艇而走險 涉嫌從加拿大透過海運家具櫃的方式 將大麻花分裝三百九十一包夾倉舊 鐵櫃 沙發以及家具櫃內企圖闖關 總重量超過一百二十二公斤 銅火落網之後 警方懷疑他只是販毒人頭 於是持續向上溯源審入調查 結果果然逮到幕後 主使的竹聯邦分子 受到國外大麻合法化讓潮充及台灣食用人口增加 警方估計以每次零點五到一公克用量估計 這批毒品至少可以供二十萬人次吸食 信號在流入市面前 即時攔截成功保障市民安全 主持人記者 中華報道